豆腐的人很是特别 据说他每天都会顶着几十斤重的豆腐 然后骑上十几公里去卖 凡是看见的人 无不伸出大拇指说上一句 牛 每天早上 在吉安市永仙县县城的大街小巷里 人们总会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 头顶豆腐的忙碌身影 这个汉子名叫周钦祥 今年52岁 干豆腐这行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 他说刚开始卖豆腐的时候 他也是一样用尖挑 但是每天既要做生意 又要送小孩上学 很不方便 而且效率很低 你别看周钦祥现在头顶着豆腐 骑着自行车招摇过市 很轻松的样子 其实这每一板豆腐都有二三十斤呢 周钦祥每天都需要从家里到菜市场来回十多趟 这就好比走了十多里的路 周钦祥说 刚开始练的时候 他的技术不是那么好 一不小心就倒了 一板豆腐好几十块钱就这样没了 老婆心疼的和他大吵一架 可是周钦祥却不服输 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中 终于找到了窍门所在 至此二十多年中 他就再没施过手 这也就要找到窍了 一本一本都要找到窍了